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清林 近日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 假日落敌 格桑兼赞一行 杜清林向假日一行 介绍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巨大成功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盛况 介绍了当前国家和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西藏抗震救灾 抗击罕见大暴雪灾害等情况 他指出 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 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根本原因在于 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不断繁荣进步 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杜清林指出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 也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 任何否定三个坚持违反宪法的行为 都是绝不允许的 对三个坚持必须毫不动摇 一以贯之地执行 杜清林指出 任何组织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维护宪法尊严 遵守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必须遵循坚持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具体体现 不同于一些国家实行的联邦制邦联制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不同于国家在香港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 绝不允许打着真正的民族自治旗号 制造民族分裂损害民族团结 杜青林强调 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问题上 无论任何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有丝毫动摇和偏离 西藏独立不行 半独立不行 变相独立也不行 达赖喇嘛应该尊重历史正式现实 顺应时代 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 切实做到 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 和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 切实履行今年7月北京接谈时做出的承诺 为接触商谈取得进展 创造有利条件 杜青林表示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 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今年以来尽管出现了拉萨打砸抢烧 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我们仍先后三次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接触 充分体现了中央的诚意宽宏和大度 希望达赖喇嘛做出对国家 对人民 对历史 对自己 有益的选择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副部长斯塔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马赤林 与假日疫情进行了谈话 指出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来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今后也是敞开的 但对西藏独立 半独立 变相独立的大门 过去没有开过 今后也不会开 假日落敌 格桑兼赞 就有关问题陈述了想法 并表示将把有关情况向达赖喇嘛如实汇报 此前假日疫情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 在京期间 有关专家学者就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向假日疫情介绍了情况 连日来